卡達世界盃除了凝聚愛球粉絲 似乎也成了中國和卡達之間友誼橋樑 中國石化公司和卡達國營的卡達能源公司 21號簽署長達27年的液化天然氣協議 但這份加強和中方連結的最長久供應合約 卻讓烏俄戰爭開打後向卡達尋求供契 迟迟未進展的歐洲國家殺個措手不及 另一頭美人秘書長就警告擺脫歐斯能源供應的同時 不能對他國產生新的依賴 尤其是中國 北人秘書長是警中國試圖控制西方重要建設 應該謹慎應對防止過度依賴 中國元素隨處可見 這位卡達世界盃就是最佳力震 除了市足賽主體育場中國企業還成建阿爾卡薩八百兆瓦卡達首座太陽能光伏電站 賽事期間中國製造的一千五百輛汽車包含純電動客車也作為往返場館的班車 同時世界盃足球場草坪的灌溉和養護以及戶外樹木也由中國提供和技術支持 卡達爾的市外氯化項目所需的苗木一向是從國外進口 而廣東供應的苗木就佔其百分之四十 隨著卡達氏足賽開打中國身影飄揚當地 如今再簽重要天然氣合約 再次見證中卡兩國一家親 近新聞高亭蔡水母道 簽文 詞詞曲詞曲曲 李宗遮 聯南 詞曲曲 李宗遮